在国外有一种居民自体自重自管的菜园模式叫做Community Garden 直翻过来就叫做社区花园或者是社区菜园 通常它出现在公共闲职的土地上 由一个附近社区居民他们自发组织的委员会来进行管理 而这种风潮近年来也开始吹进了大马 在城市农业的概念之下 不少诸中府他们积极推动社区菜园计划 也成功在社区取得正面的回响 在雪州书邦在野就一个拥有593个住户的USJ16住载区 在书邦在野市政厅的鼓励之下 加上疫情期间禁足在家 大家都能赋予时间 于是当地的居民去年9月开始 利用区域内荒废了15年的空地改造成了社区菜园 负责有关计划的委员会主席王和民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 这片有着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园区 目前只发展了四分之一 并且它把它分成了菜园水果园休闲空间等等区块 而为了维持园内的整洁干净 他们也会限制居民只能够在特定的地方耕种特定的植物 那未来他们将会进一步扩大园区 让社区居民有机会成为自己自主的蔬果种植者 而社区菜园的出现无疑也让整个社区更有拟聚力 在疫情期间变得更有火力 晴空万里 秋高气爽 翠绿的蔬菜沐浴在阳光下 显得格外鲜利 这个时候 一群辛勤劳劳的居民正忙着施肥浇水 不时还在观察蔬菜的成长状态 而这就是雪州树旺在野 USJ16区居民 在忙碌的城市当中 共同建造的幸福小区 我们现在有七个棺子 一棺子是八个棺子 像八个棺子 很棒的风水 很多人来看我们的棺子 很惊讶在六个月 它很年轻化 但是当然我们还是学习每天 这不是任何挑战 但是我认为我们在这些棺子里有很多人 对着镜头开心分享种菜经的赖先生 是社区菜园计划的一份子 在放工之后 他就会带着老婆孩子到菜园 打理自己的小田地 然而看起来经营的有模有样的他 就是第一次下点中菜 其实我们是第一次参加 这样子我们不熟那些Gardini的东西 他们就会给你功利 给你一些资讯 要种得好不简单 因为有很多因素 从种子种出来是没问题的 它可以长的 不过长得好不好 那就要一些技巧了 我们还不是很厉害的 还是在学这 其实不只是赖先生一家人 园区内亚有过半的居民 都没有种菜经验 但是没有关系 种植达人随时上线 为你解决问题 眼前这名到处巡逻的Madame Yu 就是其中一位 终于看到了 拥有20年耕种经验的他 经常会和邻居分享种植心得 帮忙解决邻里间 种菜式所面对的问题 他们会问我 为什么我的种子不能够发 为什么它种的东西不漂亮 好像一天要浇多少吃水 这些我都会跟他们 大约的讲一讲 你要秧它的苗的时候 你必须要用一些 比较好的泥去秧 如果你用一个普通的泥 没有杀菌的泥 那么那个泥会有细菌 会将你的种子吃空了 然后就发不到苗 其实种菜的东西是很简单的 只是要你有耐心 然后你有时间去看顾它 照顾它 就没有问题了 人看嘛 人翠绿 尽看叶菜肥美 怎么说菜旁边有些蛋壳果皮呢 原来这里也响应有机堆肥计划 那居民都是利用 远区内的产枝枯叶 或者是家里的果皮 菜叶厨余等发酵腐化后 所形成的堆肥来种菜 我们有很多草莓 所有栋生都被拆掉了 所以他们会放在枯杆里的栋子里 我们也向他们建议 帮助家里的收集 煮食物 也就是用植物剥剥 与果皮 我们主要是用植物和栋子的垂 比较吃肉和食物 因为我们有肉的垂 我们会吸引猫 其他人会吸引猫 这就是我们的堆肥区 差不多一两个星期左右 我们就要跟它翻一翻 给它发酵得更加快 把别人眼中不起眼的东西 变身成为种菜法宝 那带头提倡有机耕种的司徒先生表示 有机堆肥能够有效减低周遭环境的垃圾量 而他也希望在未来会有更多人加入环保行列 从去年九月成立至今 靠着居民之间的相互配合 社区菜园已经是打理的有声有色 受访的居民都异口同声地说 因为社区菜园的出现 大家的感情似乎变得更好了 之前就根本不会认识他们的 只是在路边一道 知道是邻居不过没有探间 在菜园就会比较认识 其实我在来这里的时候 我是不认识所有的人的 后来中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突然间变成好多好多的邻居我都认识了 每个人都很开心的 打招呼啊吃东西啊 拉近邻里关系 提倡绿色生活 这个能够共享天论的社区菜园 无疑造就了一个机会 让居民能够放慢脚步 当个快乐的城市农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